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次EMOS的网上研讨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参加我们。 我是Antinio Connell,我是EMOS的学会的主席,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EMOS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让我们能够召开这一艘网上的研讨会,这也是我们的,作为一个学会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责任。 那一点点技术方面的提示,整个研讨会期间,我们会把大家的麦克风静音,这样的话,大家是属于在只听的状态,这样我们也不会听到你们那边的任何的声音。 假如大家需要问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后面会有一个问答的环节,大家可以提前把你想问的问题输入到我们的聊天的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在最后问答的环节,我们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那么这次研讨会呢,我们会有多种语言的同声的翻译,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语言, 什么有这个中文,有西班牙语,俄罗斯语,以及葡萄牙语, 那么在你的屏幕的下方可以有一个传译的键,点击一下选择你的喜欢的语言, 最后呢,我们整个的研讨会会进行录音,然后会议之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选择回放。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讲者,非常优秀的一位讲者, 那么他呢,是对于这个绝境区的荷尔蒙治疗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 他是安德里亚斯巴斯特医生博士, 那么他是来自布克大的,这个布克大绝境区部门, 那么他本身也是内分泌学以及这个妇产科的一位医生, 那么他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的研究。 所以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安德里亚斯巴斯特博士, 现在我们就准备正式开始吧。 好,谢谢,谢谢刚才对我的热情的介绍,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非常高兴能够见到, 在网上讲到大家,我的英文也不太好, 我希望我尽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 那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什么时候对谁, 以及要多长时间来针对这个绝菌性荷尔蒙治疗的风险进行提估。 那么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位这个妇产科的医生, 妇科的医生,然后我是住在哥伦比亚的布克大, 这是我美丽的国家,哥伦比亚,是在南美, 我们有岛屿,非常漂亮的岛屿,那么像这个叫Pervencia, 那么另外呢,我们是在太平洋的这个一边, 然后可以美丽的海洋,有美丽的山脉, 还有很多美丽的小村庄,那有很多的漂亮的小咖啡馆, 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到美丽的哥伦比亚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的人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是在哥伦比亚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人和市, 非常感谢主办方对我的邀请。 那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好。 那么在这呢,这个Woodie Allen曾经有一句话呢, 他就说呢,是,就是什么最近让你这么心神不宁呢, 那么是你要,你要这个,是绝经期,你要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疯狂吧。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利益冲突,我先做一个声明。 那讲到我们的人口啊,这个绝经期,这个肯定是跟我们的人口相关的。 你可以看看这张图上面,所有蓝色的地方,这些国家呢, 通常呢,就是会女性高于男性, 以而按比例来讲的话呢,女性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么像在世界上来讲呢, 像这个女性,每个国家她的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 我们的人口的变化, 那实际上有在45岁以上, 你可以看到,这个像很多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那么很多国家呢,她提前发展的, 她已经进入到了老年期, 所以看到这个高龄的这一些国家呢, 就是进入老年化人口的时候, 国家越来越多了,尤其像在欧洲, 比如说像在女性, 那么这么已经去到了, 比如说非常多会见到80岁85岁的这些女性, 因为现在全球来讲, 我们的人类的这个寿命的寿命也越来越长了, 那对于这一些女性来讲, 那么都会经历一个绝经期, 都会身体遭受一些绝经期, 带来一些症状的困扰。 像2050年,我们按照预计, 到2050年的话, 有更多的人会超过了65岁以上, 那么加起来应该是会达到8700万人, 那么这个是超过65岁的人, 那么可以说是占到整个人口的21.6%, 这个数字还是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那有这么多的人口就进入到这个绝经期, 所以对他们的这个医疗的关怀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对于医学院的这个学生来讲, 对于所有的进行研究的人员来讲, 我们也都要非常重视, 像针对这个年龄段的人, 他们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像这个对于绝经期之前的时候, 研究并不是那么的多,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 有很多症状呢,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减缓这些症状, 治疗这些症状, 从而让他们生活得更加健康, 并且寿命更加长, 那么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之前呢, 有很多的一些全科医生, 他们会知道说, 像这个绝经期有些这个症状, 困扰着他们的病人, 现在我们的研究手段也越来越多了, 那整个这个人口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看从2005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近日绝经期的女性达到了是只有4200万, 可是现在呢, 这个数字多得多了,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2005年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从这个人口40岁以上, 一直到60岁以上这个数字的一个比例, 那么你可以看看这个是伯格达, 伯格达是哥伦比亚的首都, 是旁边是有山非常漂亮的一个城市, 我们整个这个大都会区的人口呢, 大概是有这个八千, 也大概是有800多万人, 是哥伦比亚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地方, 那么你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面, 那他们现在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 现在在伯格达是早晨7点钟, 那么我们知道像这个绝经期啊, 那绝经期我们现在使用很多的这些激素的治疗,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绝经期的这些症状呢, 因为绝经期前十年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软炮, 女性身体当中的软炮它的消耗呢, 速度会加速, 那么这个加速的过程呢, 就会为女性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一些症状, 那么同时呢, 比如说是可以看到它的激素, 还有磁性激素, 还有硬激素的分泌会减少了, 那么并且呢, 这是会增加了很多一些其他东西的产生, 比如说是像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FSH, LH等等的, 那么还有一些磁激素的, 它的分泌还同时受限, 因此呢, 更年期的症状也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有了更年期的这些症状, 可能就会需要治疗,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激素治疗, 激素治疗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呢, 是要缓解那些令人烦恼的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要预防一些衰老相关的疾病, 这两个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对一个病人进行激素治疗的时候, 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帮助他们减轻更年期症状, 并且预防衰老以及相关的疾病, FDA呢, 已经批准了一些适应症了, 就是使用激素来治疗, 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是像这种血管的收缩症状啊, 还有这个预防骨质流失啊, 还有一些过早的磁激素不足, 以及这个泌尿生殖系统的症状, 这个是四个大的适应症, 都是FDA现在已经批准了可以试用的, 对血管的收缩症状呢, 我们都知道, 那么它呢会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 那比如说是像就是晚上睡觉质量不好啊, 那么这个每天很容易生气啊, 有的时候会发现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啊, 有一些这个记性不好, 短期记忆会变得很差, 那并且呢, 这个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女性, 她还会说她感觉到肌肉酸痛, 还有关节不适等等的, 那我们都知道像这些血管输缩的一些症状, 其实这个它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女性病人都会出现血管输缩的症状, 达到了这个85%,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去看医生, 有的时候呢会去看与这个绝境期相关的这一些科室的医生, 那么这样因为它会影响到她的生活的质量嘛, 那么85%的这个女性在决定期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血管输缩, 出现各种不准的症状, 并且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可以达到超过五年的时间, 在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呢, 五年之后还会出现这种血管输缩的症状, 那像这个WHI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平均持续这个统计是达到了7.4年, 似乎这个都是跟心血管的, 跟骨骼呀, 还有认知风险相关的, 当然在不同的这个种族, 不同的这个民族当中呢, 你可以发现这种症状出现的比例也不同, 像黑人呢, 或者是有这个金钱症候群的这种女性啊, 经常坐在这儿不爱动的女性, 以及她的生活水平比较低的这种女性呢, 他们出现这种血管输缩的症状会比较多一点, 像在这个北美, 像大伊拉美的话呢, 是占到了97%, 但是呢, 在洛杉矶呢, 是47%的发生率, 当然我们也会见到有一些手术诱发的更年期, 导致的这种血管输缩症状, 那会有比较快的这种发作, 这个呢, 是由于是这个手术诱发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的女性呢, 她们的这种, 这种症状出现会比较的快, 尤其是她本身有吸烟, 或者是本身有肥胖病的这种女性, 她出现的这种, 这种症状会更加频繁, 可能会更加严重, 再半有潮热等等, 那更引起这种未了生殖系统综合症呢, 或者GSM, 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症状, 包括这个阴唇, 阴道以及尿道和膀胱出现的症状, 那有很多的症状吧, 比如说是像这种生殖器比较干燥, 这是一个症状, 那像在绝境期的这个女性呢, 她们也会发现呢, 就是在润滑减少, 或者是会感觉到疼痛, 那么另外还又会感觉到有些刺痛啊, 或者是有些灼热呀等等, 同时呢, 有的人还伴有这个尿急呢, 排掉困难呢, 还有反复性尿路感染, 和性交险是出血等等的, 那么有很多很多这些迹象啊, 这种迹象呢, 可以看到, 就是从初期开始, 就是阴道的湿度降低, 弹性也变得失去弹性, 逐渐呢, 你会发现这种小阴沉在吸收, 或者是吸收了, 这个消失了等等的, 那么并且呢, 在性交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痛等等, 甚至还会出现这个出血, 那另外, 在有的时候, 就有的女性还出现阴道红帆呢, 组织脆弱呀, 或者是阴道外帆, 甚至脱锤, 那么另外呢, 就是再严重的, 还有这个, 她的小口侠, 失去阴道粗糙性等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一些症状, 都是属于比较明显, 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的这种绝经期女性, 她们身体在这个阴道密入, 病药系统当中所出现的一些迹象, 那我想, 像很多这个女性, 那么她们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治疗了, 那我们说这个怪异阴道的症状, 以及性功能的一些障碍, 这个两个也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就是出现各种迹象, 各种症状的这个来源, 主要就是来源, 一个是外婴阴道症状, 另外一个是性功能障碍, 大概有45%到63%的绝经后的妇女报告说, 她们会出现阴道外婴的症状, 阴道干燥的症状, 阴道痛, 甚至是有感觉到刺激啊, 骚痒啊, 或者是压痛以及出血等症状, 有40%的这个女性病人呢, 还报告了说, 她们整体的性功能出现障碍, 有24%的女性呢, 她们会说她们缺乏性欲, 缺乏欲望, 那另外呢, 还有19%的人说是性高潮出现困难等等的, 这些都是一些, 就是绝经后的女性, 她们经常报告的一些性功能的障碍, 那还有一点需要知道呢, 就是有下尿路功能的障碍, 大约于10%到20%的这种女性呢, 会有非常严重的, 这种紧急症的这种下尿路功能的障碍, 大概50%的人还会出现尿湿剂, 那我们也必须知道, 像这些女性, 她们会这个有多大程度上呢, 她们会出现, 就是患有这个更加严重的这个症状, 大约于是15%到20%的, 60%到60%到70岁的女性, 以及20%到50%的大, 就是80岁的这个女性呢, 她们都会出现, 都会患有这个菌尿, 那骨骼方面呢, 是另外一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就是骨质收缩, 那么骨质收缩呢, 这也是一种系统性的骨骼疾病呢, 那主要就是说, 它骨骼的强度下降, 那这样的话, 就会出现骨骼的这个风险, 那它骨骼没有那么坚强了, 所以就变得更加脆性了, 那骨的强度, 由这个骨矿这密度, 以及这个微架构完整性的这种组合来决定的, 但是呢, 在绝经之后呢, 骨质收缩症, 是由于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峰值的骨密度, 骨密度下降了嘛, 绝经之后, 骨质流失也加速了, 有一些呢, 是跟年龄相关的这种骨质流失,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纷同的因素, 导致的这种骨质流失, 都会造成这个容易骨折, 或者是骨头变得更加脆性, 所以像对于这样的女性, 她就会更加多的骨折的风险了。 我们在考虑到这种与骨骼相关的这些风险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 你这里可以看到这个预防骨质疏松症, 以及预防骨折, 这二者之间的不同的保护所做的一个比较, 就是像这种没有骨质疏松症, 她的这种骨折, 那么你可以看看她的这个骨折, 那么我们针对这一些绝经后的女性的话, 我们要给她们的骨骼给予更加多的保护, 再加以适量的一个锻炼。 我们知道磁尔醇呢, 对于这个骨骼的矿物质的密度是有益处的, 但是可以看到, 那么通过这个磁尔醇, 可以减少骨质流失的这个剂量, 那么这个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 你可以看看这一些这个不同的颜色呢, 所以她用的表示是不同的剂量的这个磁尔醇, 但灰色的使用的安慰剂, 浅绿色的是使用0.5毫克的磁尔醇, 中绿色的是0.5毫克的磁尔醇, 而深绿色使用的是1毫克的磁尔醇, 那么它的剂量越高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对这个骨密度的这个好处是越加明显。 大家记得这里我们是有一个算法的, 绝经后的这种骨质疏松症如何去管理, 我们是有一个管理的算法的, 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在这个算法当中, 我们认为骨折风险的确定呢, 要包括腰椎啊, 宽关节啊等等的BND的这个测量, 以及要将全宽或者是这个骨骨镜的BND值, 也要放到我们的计算过程当中去, 那我们在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 尤其是使用激素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计算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更加好的知道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手段, 对于这个病人的骨骼健康是更加好的一种选择, 比如说是像不同年龄的病人, 在这个绝境之后,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什么样的一个剂量, 怎能够减少它的骨折的风险。 同时, 我们也像有一些这个病人, 他们不适合适用某一种治疗手段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更加谨慎, 那么不是因为不是每一个病人都适合使用这种激素治疗的, 那我们在这儿呢, 是一个就是按随机分配的和分层划分的一个总骨折的一个危险比率的比较, 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使用这个磁激素加硬激素的治疗, 那么这个左手, 中间的这一栏, 然后就左边这一栏呢, 是使用硬激素加磁激素, 中间这一栏呢, 是使用的安慰剂, 然后这个红色框框所在的这一栏呢, 表示的就是它的风险的比率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研究。 那么我们因为我这儿的例子都是一些哥伦比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用的这些图片也是充满了这个哥伦比亚的一个风格, 你可以看看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形象, 他的样子都是非常哥伦比亚风格的。 那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为什么要研究这种绝境后的女性, 那么她们进行激素治疗, 我们知道有一个全球共识, 那么像这些女性, 我们为什么要对她们进行这种激素的治疗呢?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 每一种的治疗是对于这个病人是最合适的呢? 因此呢,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这里也给出很多的建议, 包括绝境期激素治疗的全球共识声明, 还有这个像EMOS的立场声明, 还有一些内分泌协会的关于绝境期激素治疗的一个立场声明, 还有这个北美更年轻协会的一个激素治疗的一个立场声明等等。 那我想这些建议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熟悉, 要了解这些建议。 那我这就不一一展开西奖了, 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些共识的一些声明, 那我可以看看, 这看一下一个全球声明吧, 全球声明是得到国际更年期协会, 北美更年期协会, 海内分泌协会, 欧洲更年期协会等等等等协会的, 这是共同认可的。 那么这个共识, 全球共识给了我们一个指南或者是一个框架, 让我们去面对一个绝境后女性面临各种症状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用在这个病人的身上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共识, 看看哪一种治疗是更加有效的。 那么像比如说是像这种绝境期的这种荷尔蒙质量的, 对任何年龄啊, 还有一些跟绝境相关的一些血管收缩症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嘛, 但是60岁之前或者是绝境之后10年了, 那么再有这样的症状的女性, 她们的这种益处可能会超过风险。 另外呢, 像60岁之前或者绝境之后10年内的这种高危的这个女性, 她的骨折输松相关的骨折, 这个呢, 预防这个骨折也是有效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随机临床实验, 还有观察数据以及汇水分析等等这些数据呢, 都表明就有标准剂量的磁激素单独使用, 可以降低这个60岁以下, 或者是绝境后10年内的女性的冠性病, 或者是全因死亡率。 那么这些有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也都显示了, 那么就是使用荷尔蒙治疗它的好处, 它的这个益处。 那在研究当中, 我们也发现有些病人呢, 他们只是使用这个磁激素, 那么同时也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 那么, 那么我们在很多的临床的实验数据当中也显示, 那么经过荷尔蒙治疗, 并没有发现像冠性病啊, 有冥想的增加或者是减少, 那么这个是跟冠性病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全球的这个共识呢, 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这个症状呢, 仅仅限于阴道肝脏啊, 或者是影性交相关的不适的这种女性, 那么它的首选呢, 是使用局部的治疗, 低剂量的这个磁激素的治疗。 那么磁激素呢, 它是作为一个这个蛋液全身性的这个药物嘛, 也可以适用于这种子宫切除术之后的女性。 那当然呢, 在有子宫的情况之下, 需要有额外的孕激素才行。 那这种决精后荷尔蒙治疗的选择是根据你生活质量啊, 健康状况啊, 以及个人的一些风险因素, 综合考虑之后, 再做的一个个人的决定。 那么你要仔细的分析, 像这个病人, 那么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相关的风险有可能是什么? 那么比如说,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静脉血栓酸塞啊, 或者是出现缺血性足中的这种风险。 像这个这种绝对风险在60岁以下是比较少见的。 那但是呢, 我们通过观察性的研究也发现了, 精疲的治疗风险是比较低一点的。 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这个50岁以上的这种女性呢, 她可能会担心有患乳腺癌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后面会谈到, 就是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主要是跟雌激素治疗当中增加氧激素有关嘛, 那么并且跟使用的时间也是有关的。 所以呢, 就是使用雌激素治疗, 绝境后的这个身体的症状, 引起的乳腺癌的风险实际上是很小的。 并且呢, 你停止治疗之后风险就会降低了。 这个是取消医你使用的是哪一种特尔蒙的治疗, 那它的这个剂量还有治疗的持续的时间, 跟我们的治疗目的还有安全性的考虑, 这个方面要保持医治, 要根据这个病人不同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这种治疗。 对于这个卵巢早衰的这种女性的话, 建议是至少在自然绝境的平均年龄之前, 进行一个全身性的荷尔蒙治疗。 当然, 我们不推荐使用这种定制的符合的生物同质激素的这种疗法。 那么, 现在呢, 目前的话, 安全性的数据也不支持在乳腺癌的幸存者当中使用荷尔蒙治疗, 这也是目前全球共识, 大家共同建议的。 还有另外一所人呢, 他们问IMS,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IMS呢, 这个MHT呢, 仍然是治疗血管输缩症状和泌药升值到萎缩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知道像这个荷尔蒙治疗呢, 包括当时的一下这种行基素治疗的一种的整个这个治疗呢, 它的使用可以改善性行为以及整体的生活质量。 同时呢, 我们要考虑将这个绝境期荷尔蒙治疗呢, 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治疗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 像女性病人, 它在绝境期之后呢, 你要保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尤其是像有一些女性在比较早绝境的这些女性, 那么她们患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比较高的。 那么, 因此像荷尔蒙的治疗的话呢, 能够让他们减少身体的这些症状, 同时保持它的这个鼓密度。 那么, 我们同时呢, 就是像这个咨询呢, 也是要以清晰一种的方式, 医生要传达给病人, 通过荷尔蒙治疗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那非常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要给病人的是一种这个有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所以呢, 像有一些这些病人呢, 他们不适合使用的话, 那要禁止使用。 假如没有一个明确的使用指针, 也就是说是像雌激素缺乏这种症状, 那么它不是很明显的话呢, 那就不要使用这种荷尔蒙的治疗了。 那么像有些女性, 他自己做一些适当的身体锻炼, 再加上服用这个维他命的话呢, 可能这些症状就会自然减轻的了。 像这种情况之下呢, 使用荷尔蒙治疗是没有用处的。 每年的时候, 我们都要医生都要对病人进行医生问诊呢, 就是包括对病人的检查体检呢, 以及要了解这个病人他最新的一些治疗的这个情况, 以及他们的家族时。 那同时呢, 在检查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他这个这个拍片子啊, 然后跟他讨论一下如何减少, 如何预防这些这个脉筋疾病的一些策略等等。 那这些是每年要做的, 那么去进行医生体检, 然后再看一看他的, 比如说是做一些化验, 然后看看这个病人的他最新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是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乳房, 做一个X光的检查, 或者是宫颈可以做一个图片检查, 那这样的话看看这个荷尔蒙治疗对他身体的影响。 那一般的话使用这个激素治疗的话呢, 安全使用可以至少有五年的时间, 在60岁之前开始使用的话呢, 那是否继续治疗, 应该由这个专业的医生啊, 专业人员的医生啊, 那么要向病人这个咨询的时候要解释清楚, 那么最终病人要决定是否是继续进行的治疗。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 有些病人他们自己就服用一些荷尔蒙, 那么但是呢, 他又担心会不会得癌症, 所以的话呢, 他会每隔六个月, 他就会做一下乳房的X光检查, 其实呢, 这倒也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像这种是否进行继续治疗的话,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医生的, 有些病人呢, 他们呢是会主动的去寻找, 医生然后问一下医生这些治疗, 他的具体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达成目标之后, 他再决定是否会这个停止荷尔蒙治疗。 假如他身体的这个症状是没有得到什么缓解, 那么他可能会考虑继续进行治疗。 所以这个是具体情况, 具体来定的, 那么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这个, 这个咨询之下之后才做出决定。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谁, 那么然后刚才讲到了什么时候, 那么还有如何去, 那现在呢, 我们再谈了一下, 再看一下我们能够给这些这个病人, 是给他们提供什么, 这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开始更年期激素治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 那么你要什么时候开始更年期激素治疗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的一个决定。 那你个人的话要考虑自己的生活质量, 健康状况, 考虑到自己的这个相关的风险, 比如说年龄啊, 决静后的时间, 还有BTE啊, 还有中风啊, 缺血性心脏病, 以及乳腺癌各种各样的风险, 考虑之后, 你再决定是否进行更年期激素治疗。 那么这时候呢, 要知道, 在没有明确的使用指针的时候呢, 是不推荐使用更年期激素治疗的。 那么这个治疗的持续时间, 与治疗的目标也是一致的。 每年都必须对受益和风险情况, 进行一个单独的评估。 它的这个治疗的类型, 还有给药的途径, 一定要与治疗的目标相关, 就是保持一致, 与患者的偏好和安全问题保持一致, 并且进行个性化的一个治疗。 那它使用的剂量呢, 应该根据症状的反应情况来决定。 选择一个最佳有效的剂量。 考虑到使用荷尔蒙治疗来缓解, 绝经期各种症状, 或者是预防骨质疏松的话呢, 应该是包括生患方式啊, 你的很多的健康的建议在内的, 这是一个整体的治疗的策略。 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当医生面对病人的时候, 才能够给他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方案。 像这个更年期的激素治疗, 它并不是一个魔术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除了治疗之外, 你要饮食, 管理好饮食, 你要有适当的锻炼, 你要有健康的生活。 配合这些之上, 我们可以再给他荷尔蒙的治疗。 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健康策略, 这样才能够整体的帮助到这个病人。 那么就是当然我们通过这样的治疗, 在心理上也可以给到病人一些帮助, 那甚至包括到了性生活, 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咨询的意见。 所以就可以, 我说这个呢, 对于一个女性病人, 她在这个决静期之后呢, 那么通过荷尔蒙治疗, 是帮助她完成一个整体的健康的策略。 我们有磁激素的替代疗法, 这个磁激素替代疗法, 那么这个里面主要是涉及到两种的, 一个是T波龙, 一个是巴豆西芬这两种。 那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口服的, 就是微粉化的磁尔尘呢, 还有物酸磁尔尘, 还有CEE, 也有局部用药的磁尔尘, 磁三尘, 还有这个透皮性的, 晶体的这个磁尔尘, 包括一个贴片的呀, 也或者是有这个凝胶状的, 或者是这个上环的这种, 环状的这种晶体的这个这样。 另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皮下植入物的这种的这个治疗方式都有。 所以可以说是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 或者是途径, 但我们可以呢, 就是使用最低的一个剂量给到这些病人。 那么就是说单纯的磁剂素呢, 是给那些没有子宫的女性使用的。 剂量低至0.3毫克的这个结合磁剂素, 或者0.5毫克的这个结合磁剂素, 可以给到这一个适合的一个病人。 那像磁剂素和孕剂素的替代治疗当中呢, 我们知道它有这个, 你可以经过口服或者是精疲, 都可以不同的途径, 那也可以使用这种宫内的孕剂素等等。 那另外呢, 在这个孕剂素, 在孕剂素色性激素, 还有这个抗氧剂素, 什么这些各个方面的, 它的这个活性方面呢, 是非常不同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要选定不同的这个用药这个途径。 那非常重要的, 要了解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这一项孕剂素, 它的, 那么像这个孕剂素呢, 它的这个不同的一些剂量, 不同的使用方法, 不同的用药的方式, 可能会在对这个病人所带来的这个效果呢, 是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因为他们本身这个活性, 不同的孕剂素呢, 它的这个活性本身就不相同。 那么所以呢, 我们推荐使用的这个治疗方式是连续使用的这个磁剂素, 以及周期性的这个孕剂素的一些治疗。 这个根据, 就是根据病人个人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使用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是抗熊激素啊, 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抗抗物质皮质激素, 或者是糖皮质激素等等。 那可以说是有不同的孕剂素, 可以供我们的选择。 那么, 我们像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孕剂素的一些治疗也是, 比如说是每个月呢, 有10到14天我们给他们用药, 那么连续10到14天, 我们会建议像这样的, 你用这种周期性的这个孕剂素的治疗的话呢, 就会让他们又有一个有规律的这种撤退性的输血, 减少输血。 那么这个是用于比较接近绝境期的这个女性。 那还有联合的, 连续的这个联合治疗也可以在毕竟12个月之后开始, 并且呢与定期的这个停药出血没什么关系。 先看看这个T波龙, T波龙呢, 它是一个磁性激素或者是磁性激素和硬激素的一个替代品吧。 那我想T波龙在针对一些这个, 比如是治疗泌尿生殖器萎缩, 这些相关的症状呢, 是有比较良好的效果, 也不会引起阴道出血。 那么同时呢, 它这个也可以有非常好的缓解这个VMS, 有比较好的这个给到病人比较好的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安慰。 那么同时呢, 它还可以减少骨质流失, 乳腺增生症, 这种也不太常见。 那么并且呢, 它还会这个增加这个病人这个性兴趣和性反应。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这个益处。 那么另外呢, 这个还有这个巴德西芬, 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磁性磁性激素的受体。 那么是跟这个与共恶马来酸结合在一起,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那像这个有这个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 它在205年呢, 就出了一个指南。 按照这个指南呢, 它上面显示了就是像血管输缩症症状, 那么这种症状之下呢, 是有哪些情况之下可以使用这个荷尔蒙治疗。 像对于没有子宫的女性的使用磁激素和麻痹素啊, 没有子宫的女性单独可以使用磁激素啊。 另外呢, 他们还谈到了像就是不推荐使用一些这个, 比如说是克勒丁啊, 做一些异线的治疗等等的。 我们有很多这些病人, 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是有潮热啊, 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指南, 那可以帮助这些病人改善血管输缩的症状, 同时也帮助改变他们的性功能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症状。 那当进行荷尔蒙治疗没有什么效果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添加比如说是高酮, 以解决他的性这个性欲的问题, 或者是幻想他的性欲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也是属于这个激素的治疗。 那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还可以帮助解决病人的一些心理的症状, 那么等于说是可以缓解, 由于更年期所引起的一些这个情绪低落。 那关于泌尿生殖系统萎缩这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对于患有泌尿生殖到萎缩的这种女性的话, 很重要的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那我们可以说是, 就是对于这个病人呢, 了解一下他们的所经受的症状是什么, 他们的这个泌尿生殖到萎缩的这个情况是如何, 然后再对他们提供这种阴道磁激素的治疗, 并且在缓解症状所需要的时间之内呢, 可以逐渐的增加剂量, 这样的话帮助他更好的缓解相关的症状。 像有一些女性, 那她的这个泌尿生殖系统这个萎缩, 那我们可以考虑使用阴道的磁激素。 那这种就另外呢, 如果症状没什么缓解的时候, 可以稍微增加剂量, 那并且呢也可以跟这个溶滑剂使用, 跟溶滑剂保湿剂溶滑剂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跟这个阴道磁激素一起使用嘛, 不过呢就是一定要监督, 就是监测子宫内膜的厚度的变化, 因为你使用低剂量的阴道磁二层或者是磁三层, 是这个进行病人的治疗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管理这个女性的阮潮早衰, 像一些女性她年纪还挺轻的, 她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阮潮早衰的情况了, 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进行荷尔蒙治疗, 但是我们也必须向病人去向她们解释清楚, 可能会涉及到有哪些方面的风险, 那么像比如说是40岁以下的这种女性, 有的就已经出现了阮潮早衰, 虽然这个数字是非常低, 那么比如说是像一般的倒是48岁50岁, 才会出现这种阮潮早衰,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病人对她们进行荷尔蒙治疗的时候, 特别留意乳腔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种风险, 那么并且我们也可以为她们提供一些相关的HRT的治疗, 这个不是避孕药, 是患有这个阮潮早衰和激素治疗近肌症的女性, 我们可以为她们提供建议, 这个包括就是关于骨骼呀, 心血管健康啊等等的相关的建议, 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是, 这个非磁激素替代疗法使用呢, 她可以一直使用到80岁, 但是呢相关的死亡风险以及软潮切中数年龄的这种有一个函数关系, 它当中的直性的区间呢是95%, 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我们进行这种肥经期这种症状的管理的时候呢, 一定要分清楚有的呢女性, 她是已经有了软潮切中数数了, 那么她应该是使用什么样的, 比如说是她可能使用蒂芙龙来进行治疗, 那有的呢是这个, 像我们建议的这种荷尔蒙治疗呢, 可能有的女性呢是不适合使用的, 因为没办法帮助她们舒缓相关的症状,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蒂芙龙, 但是她本身症状并不明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鼓励她先不要使用荷尔蒙治疗, 多做一些锻炼, 然后过一个比较健康的, 有一个健康的受惯方式等等等等的, 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是不同的这个治疗手段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绝境期和绝境后的这个女性, 她们的一个比较, 那这又是一个小卡通片, 小卡通的图画啊, 很可爱, 那像乳腺癌呢, 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乳腺癌的风险, 那乳腺癌呢, 那么可以, 她这个风险是取决于你不同的治疗的类型, 使用的剂量, 还有持续的时间, 治疗方案等等等等的, 很多的这个方面, 还包括你的用药途径啊, 也先前暴露, 还有个性的一些差异等等的, 像WHIT显示, 单独接受雌激素的女性, 患乳腺癌的风险呢, 是没有增加的, 那刚才我们也说过, 但是呢, 又有证据表明, 在接受雌激素和这个MPA的这种女性, 相关的风险会增加, 也就是说, 她使用这个曝光的这个长度是有关系的,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雌耳腺与危经卷经期和绝经后的女性的乳腺癌风险的, 一个系统回顾和会做分析, 那单独使用雌耳腺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这个是确定的, 那风险因所用的运激素的类型而不同, 那还有这个甲腔运酮啊, 还有这个左翠弱运酮啊, 等等风险的相关等等,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运激素的情况, 那运激素对体弩乳腺癌细胞, 有一个系统性的影响, 那在这里是有一个大规模的增值, 那红色的是大规模的增值, 绿色的上面是细胞凋亡, 你可以看到对这个癌细胞的影响, 与不同的激素替代疗法相关的乳腺癌的不, 这个风险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跟病人要进行跟他们, 就是要跟他们讲清楚, 那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那这样的话, 在选择运激素治疗的时候呢, 那么让病人了解, 有可能会与这个乳腺癌风险有关, 那么我们在跟病人面对面去讨论的时候呢, 这些是一定要告知的,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心血管这个方面的风险, 那心血管方面的风险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研究, 那么是早期手术决精的一些女性, 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病, 那这个研究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HRT它改善心血管危险的这个因素是什么, 所有的这一些研究当中呢, 不管是这个安慰剂的, 还有无治疗相比啊, 这个进行了这个惠祟分析当中, 也涉及107项, 随机的惠祟分析当中呢,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可以看到它口服疗法, 比精疲疗法能够产生, 对身体产生更大的变化, 也除了就是增加他们的这个甘油酸脂, 那这个是对更年期的这个影响呢, 绝境后悔, 就是它的这个影响, 那子宫内膜安全性的研究, 还有高血压亚祖血压的这个事后分析, 你可以看到治疗一年之后的, 它这个血压的这个变化, 收缩压还有舒张压, 那我讲的基本上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希望我讲得够清楚, 那我的英文也不是特别的好, 我希望大家听得清楚我讲的讲什么, 你看我们在这儿, 我们有足球, 我们有音乐, 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好吃的东西, 很多的美食, 这是在美丽的哥伦比亚, 那这是我的小组, 这是我的这个, 我的同事, 那么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小社区, 那作为一个总结吧, 大家也知道我的这个发言的一个结论, 第一呢, 绝境期的荷尔蒙变化, 为使用荷尔蒙治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 那更年期激素治疗的适应症呢, 就是包括中度致重症的更年期的症状, 阴道萎缩, 骨质疏松症, 还有膀胱过度活动症, 还有复发性尿路感染, 而瓷激素替代疗法呢, 用着这个口服微粉化瓷尔蒙, 这些物酸瓷尔蒙, 结合马瓷激素, 还有透皮瓷尔蒙片, 凝胶, 还有环等等, 可以进行局部的瓷尔蒙和瓷三蒙的用药, 那孕激素的效力和临床特征是不同的, 女性经常需要更换她的瓷激素治疗, 以实践子宫内膜的保护, 以及摆脱这些无副作用的, 另外还有各种指南呢, 还可以验证激素疗法, 在更年期的应用是有效的, 好,再次感谢大家, 那我会非常高兴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好,谢谢, 谢谢Andris, 讲得非常精彩啊, 刚才我们这个讨论的是针对绝境期的, 绝境后的女性进行荷尔蒙治疗的,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值得, 就是大家之前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以及这个辩论, 那么也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的这个问答环节, 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有几条的问题了, 大家, 你可能你也能看到这个问题啊, 第一个Lady MacArthur, 她的问题是, 假如我们不能够预测一个女性, 她会有一个, 比如说是比较早期了, 这个绝境期,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她的治疗, 那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有可能我们可能像在这个我们的这些病人的这个人口当中呢, 整个这个总的这个人口当中呢, 那么可能会有这种这个, 她的软抛的比较早就衰竭,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预测, 那么她什么时候绝经,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决心的问题, 那像这样的这些病人的话, 他们可以去到, 去到这个医院呢, 可以去检查, 尤其是那些不孕不育的这些医院去检查, 那谢谢, 我想这个问题, 是的确是需要有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系统还不够成熟, 现在还没办法去预测一个女性, 她什么时候会绝经, 那么并且呢, 这个目前对于这种, 这个我们所现在的这些数据也不足够,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女性, 她已经到了70岁了, 70多岁了, 但是仍然还会出现潮热的状况, 晚上还会出汗, 像这样的一个病人, 她通常50多岁, 绝经的时候会出现, 但是有一个病人呢, 她70多岁了, 还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呢, 是不是需要对她进行激素治疗呢, 那要是一个女性, 她是50多岁出现这种状况的话呢, 她可能会出现潮热, 可是70多岁的还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并且是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对这个病人进行了各种测试, 各种检查,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病人,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怎么样治疗呢, 像她的这个症状是出现的比较晚, 像有一些病人进行, 比如说是像这个60多岁, 65岁了, 那他们之前已经开始使用激素来进行治疗, 但是到65岁了, 她还不想停下来, 因为她还会出现这种潮热的这种情况, 像这个70多岁的情况, 她之前没有进行磁激素治疗, 没有进行这个激素治疗, 那是不是可以开始为她进行荷尔蒙治疗呢, 会不会太晚了呢, 因为你像往往有些病人说, 她一旦停了之后呢, 这个潮热就又回来了, 又再会出现潮热情况了, 那好的, 这个问题呢, 我想她70多岁的一个女性, 现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所以呢, 我们首先是研究一下这个病人, 她的这种症状到底是因为什么影响的, 是因为血压的问题吗, 还是因为绝境的一个问题, 那老实说, 像她绝境应该是绝境十年之后了, 再出现这种这些症状的话呢, 那么我们有理由去考虑, 她的这种潮热, 未必是因为绝境而带来的, 那我们可当然了, 那我们要是使用激素治疗的话, 有可能会对她的心血管造成风险, 有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疾病, 那这个,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看, 试一下这个像其他的一些治疗, 当然也可以像荷尔蒙一些这个治疗可以考虑, 但是呢, 也要考虑其他的一些治疗, 要是一个女性, 她之前她有这个激素治疗, 后来停止了, 停了之后呢, 这个症状也回来, 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 我想, 我们之前有见过这种情况, 就是在IM当中的, 实际上每年呢, 我们也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这主要是看这个病人, 她的治疗目的是什么, 那假如是她这个症状会经常出来, 她需要有荷尔蒙治疗的话呢, 我们见过这样的一些病人, 那么他们大概是比如说五十多岁, 六十岁了, 他们是需要激素治疗的, 那她就接着治疗好了, 好, 谢谢, 现在我们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Chamberl Hall他提问的, 这个问题呢, 是在, 在这个绝静期的, 这个激素治疗和这个乳腺癌之间呢, 是有一个风险的关系存在的, 是吗, 是的, 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讨论到这个乳腺癌风险,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 那么像, 比如说我们是使用孕基素进行治疗, 那么你治疗的也时间, 你要这个整个这个治疗期间有多长, 你使用这个激素治疗的时候, 你选择的是什么剂量的一个治疗, 但剂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并且呢, 我们的目标的话, 只是缓解绝静期的这个症状的话呢, 那你可以从比较低的剂量开始,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减少导致到乳腺癌的风险了, 对不起, 我听不到你说话, 是的, 我刚才在说啊,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Yanis Stepan, 他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那么像这个早期绝经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跟, 这个SALON FSH, 这个它的这个值是相关的, 那么假如说是FSH增加的话呢, 那么这个问题是, 这个FSH在, 在这个股质疏松啊, 这个方面呢, 能不能发挥一个作用, 好, 那其实呢, 在绝静期之后呢, 你的身体的构造是在变化的, 那么骨质疏松, 这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见到的一些症状, 那假如说是FSH这个值上升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 这个往往也会因为有这个, 由雌激素的减少而导致骨质疏松, 除了骨质疏松, 当然你的这个雌激素减少, 分泌减少的话呢, 还会对身体带来一系列不同的这个变化, FSH呢, 它那就算是, 它就像是一个预测值一样的, 那么但是它并不只是针对骨质疏松的, 那我们要看看你的身体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除了FSH之外呢, 你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症状, 那么这样的话, 你才能决定, 决定是不是进行这个激素治疗, 好, 谢谢, 我们的的确确呢, 之前也做了一些的研究, 那也显示FSH的的确确针对这个骨质疏松这一块呢, 它是有一个关联在这儿的, 那么尤其是你的身体, 在绝经期之后呢, 你的身体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那尽管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研究角度, 现在我们还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明来证实这个假设, 好的, 还有一个临床的问题要问, 是Bedro博士他问的, 想问一下如何去管理病人呢, 假如他们比如说是有这个阴道出血, 或者是他们, 或者是他们这个, 除了这个阴道出血之外, 还有这个HRT啊, 还有这个阴道的干燥等等的, 那就是想了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这个指引, 应该是怎么样去治疗的, 这个问题挺好, 因为经常出现, 比如说是阴道出血, 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来讲的话呢, 就是阴道出血感觉就像是一场噩梦一样的, 所以那有一些病人就开始进行这个荷尔蒙治疗了, 那首先呢, 你得去看一下, 你这个比如说是你去看一下, 像比如说是去做一个体检, 检查一下, 比如说像你的这个子宫内膜是不是正常, 然后可以就是在做完了体检之后呢, 那么病人有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呢, 那作为医生可以对他进行一些硬激素的治疗, 然后你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这个激素的治疗,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针对不同的病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激素, 那么这个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的考虑, 并且这个最终是一定要病人来决定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 就是去要跟这个病人去讨论, 让他充分的了解,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跟之前的有一个问题是很接近的, 你认为一个女性, 刚才70多岁的那个女性, 那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这个70多岁的女性还出现潮热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不要忘了, 有的时候去很难直接给你一个直接了当的答案, 尤其是我还在讲英文, 那大家不要记得, 不要忘记, 荷尔蒙治疗或者是激素治疗, 它是一个整体治疗其中的一部分, 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一个万能的, 那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在进行荷尔蒙治疗的时候, 还要配合上其他的治疗手段, 要进行适当的锻炼, 还要, 就是要, 就是你要有健康的饮食, 那么像像女性, 她有的还有骨质疏松的情况, 那这样的话, 你还要去体检, 去体检, 看看你的这个骨骼, 看看你的肌肉, 看看你的身体状况等等, 大家要记得, 激素治疗只是一个整体的治疗策略当中的一部分, 那我们是治疗一个病人, 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策略来治疗的, 那就包括他的血压, 包括他的骨骼, 包括他的肌肉等等等等, 所以治疗的这个方式呢, 不只是荷尔蒙治疗这一个方面, 我们会鼓励病人要, 比如说是要进行锻炼, 然后要有健康的饮食, 好, 谢谢,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 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是马卡菲他问的, 他有没有一个限制, 说一个女病人, 他用地伯龙, 有没有一个限制啊, 我刚才说过了, 很大明年才知道这个答案呢, 好的, 这个答案很好啊,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子宫内膜的, 他这个厚度最厚是多少, 有没有一个值啊, 就是涉及到一个病人, 他使用激素治疗的时候, 与风险相关的, 那子宫内膜会不会是一个指标, 来决定他能不能使用激素治疗呢, 应该是四个毫米, 那在病人来讲的话呢, 他接受激素治疗, 是要取决于, 取决于他的身体的, 这个很多个方面, 并不只是子宫内膜的厚度, 但是你一旦有任何怀疑的时候, 比如说是像他的, 比如说是这个像子宫, 卵巢, 这些有问题的时候呢, 你要一定要进行活检, 这样的话才能够, 因为这个有可能会, 是跟激素治疗有关的, 好的, 还有很多的问题呀, 我想这个应该刚才讲过了, 是哪一个孕基素是跟乳腺癌是最密切相关的, 我们看到了有这个, 这个有一个卵巢测酸酸这个网, 这个是有一个, 这个枪浮氨酸酯, 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实际上是取决于, 这个孕激素啊,你用的哪种孕激素,以及你给药是用多长时间,这个荷尔蒙,它都是这里面要考虑不同的风险因子的。 那么我们见到这个,在这个潜伏氨酸酯,那么这个,在有一些研究,就是这个孕激素显示呢,它呢,与这个,与乳房密度是有直接的关联的。 所以呢,所以在使用这种孕激素的时候呢,你要特别考虑它的风险。 还有几个问题,也问的是同样的东西,一个是Therbali博士,另外一个是Kanalis,两位问的问题。 他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就是这个乳腺癌呢,它那个我们,对这个孕激素治疗呢,或者激素治疗对乳腺癌的这个直接的影响。 它有一个人,它说有一个女性48岁,她是有乳腺癌,现在这位女士呢,她开始,这个开始有了这些阴道的一些症状啊,或者是减少了EBA等等。 那么这种,针对这种病人的话,你会不会考虑使用荷尔蒙治疗呢?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这也是一个很,比较,答案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她说她的妹妹是吗,还是她的姐姐有一个,有乳腺癌。 那么首先呢,她这个,要不要使用荷尔蒙治疗的话,并不是说是医生说了算的,而是说病人要决定的,她要不要接受这样的治疗。 那么,她,她姐姐或者她妹妹有乳腺癌,不等于说她以后也会有乳腺癌。 所以,病人一定要去这个咨询医生的意见,这样的话,她最终自己来决定,要不要接受这个风险,接受这个荷尔蒙治疗。 至于说,她讲到的这一些症状,主要是阴道干燥这些问题,那像使用荷尔蒙治疗,并不会直接就带来乳腺癌的风险。 只要你使用的时候,谨慎安全,那我们可以考虑的,比如说是像,她就是跟性生活相关的一些,一些这个治疗,可以使用低剂量的等等呢。 那么,我们,我是建议可以使用的一些,我们的一些药物来治疗,首先治疗这个病人。 那么,最终要找一个最适合病人的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 好,谢谢。 哦,问题太多了,我就选几个吧。 我们,我们时间只能再延长一点点,不能延长太长了。 这是汉森博士提的一个问题。 这问题是,有一个女性,就是在绝经十二年了,那仍然还有症状,她要求呢,使用激素治疗。 所以这个问题是,她是不是还需要运激素治疗啊? 那么这个会不会给她一个,比如说是像,像这个阴道出血这种情况,能不能帮助她缓解呢? 所以她,她已经是,她已经是62,64岁了,她绝经已经12年了,那她身体呢,还是有些症状,我们是不是要给她运激素的治疗? 那么会不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风险?她要不要担担这个风险? 我觉得,我要先去研究一下她的子宫内膜的状况。 她假如需要用的话呢,可以使用孕激素的治疗。 但是问题是呢,你要首先给她做体检,然后看看,就是在她自己的子宫内膜是这个健康的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 好的,我们这里还有几个这个问题问的都有点类似,就是说,有关于个性化的一个治疗这个方面的。 那么,我们就像不同的一个病人使用,采用不同的这个方式,那么以及去评估它的效果。 假如有一个病人呢,她的这个IQ的风险分数比较高,高过这个指引20%,那像这样的话,仍然要给她进行的一个,进行这个风险评估吗? 另外一个是纳巴黎博士,她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还有一个范杰里库博士也问了一个问题。 我们要就是针对一个女性呢,她的这个血管,她已经,比如说是到50,比如说她是59岁了,那么她的这个针对她的血管的状况,然后要给她一个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是不是要这样呢? 那么像她也是已经绝疗了,那么考虑到她身体的针对啊,还有她的这个血管的状况啊,那进行体检了之后,就她的身体,就是她绝经已经15年了。 像这种情况之下,她是不是也适合使用激素治疗去消除她的这个绝境后的这些症状呢?或者说是骨质疏松的? 我不知道应该给出一个什么的建议,但是呢,首先呢,我们要看好我们的指引,我们的指引怎么说的?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些研究,冠状病的一些研究,心血管病的研究,那我们就像在关于建议使用激素治疗方面的话, 假如她已经绝境十年了,那么像这种研究,我想,我们的研究比较少,我想我们应该先看一下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研究, 针对这种绝境十年后的这种这个病人使用激素治疗相关的这种,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冠状病的这种风险。 那么,然后,我现在没办法给他一个建议,像这种针对绝境后十年的病人应该怎么样去。 我明白,我知道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明白,他会说,也可能在这个病人身上我可以使用激素治疗。 但是,你记得我们所说的个性化的治疗,那一定是这个问题要讲给病人听,然后让病人知道,假如使用激素治疗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但是,我并不建议是绝境后十年之后再给他使用激素治疗。 是的,我同意,像CAC呢,他的上面也讲到了,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建议。 那,我也同意说,我们应该先去查一下,去搜查,搜索一下,我们已有的一些研究,针对这种绝境十年后的一个女性。 那么,在进行这个激素治疗相关的关系病的状况,不要匆忙,就做这个决定,或者做这个建议。 那么,这个背后有很,的确是有些东西是需要先去查证的。好的。 然后,我们再接受这个一两个问题吧。 所以,我应该恭喜你。 你看,知道我什么都没说呢,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你讲得非常好。 就算是我的这个英文讲得不好,但没想到会这么多人提问的问题,讲得非常好啊。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那,几个星期之前呢,我那时候还在想呢,就说是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又怀孕着这个女性。 那,像,像要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像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女性的话,她,她怀孕了。 她那时候已经46岁还是48岁了,那时候感觉到好像应该是绝境前的年纪了,但是她发现她自己这个怀孕了。 那,通常的话呢,像这么大的年纪的话呢,就是没有辅助的话,很难怀孕了。 但是这个女性怀孕了,总之。 那么她呢,就是在想,像这个,像她要进行这个治疗的话,我们要不要给她蒂波隆治疗? 还是说使用什么样的,就是使用这个激素质量? 像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确是还没有,我们的确是,就是会有,没有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呢,是关于乳腺癌的,那么使用这个蒂波隆, 不是乳腺癌,是使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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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母乳喂养的一个例子呢,我们是使用这个蒂波隆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在我们的研究当中,那么, 这个大概她是使用了三个月,那么,那时候呢, 一的确就,那时候是有风险的,那,因为, 因为,因为这个蒂波隆病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像,因为她在服用的时候,因为她当时还是母乳喂养,那么,其中的一个后果呢,就可能会形成血栓, 嗯,虽然说是, 运激素能够帮助一些病人缓解身体的一些争端,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例子当中,激素质量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吧, 那,这,虽然这里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对于压力是比较, 或者对血压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像这个片头痛啊,有的时候有些病人呢, 他们有片头痛,然后也使用这种激素治疗有帮助吗, 是的,是的,这个是,但是呢,这个, 这个,这个像这样的一些,那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病药, 那么像这一些,不只是说一般的, 就是雌激素啊,或者是孕激素啊, 那甚至使用这个病药,病药等等的, 那,像有时候像这个蒂伯龙等等的, 嗯,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激素, 我们都可以去选择, 当然毫无疑问,这个雌激素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好的,好的, 那我想我应该放你走了, 你应该去医院上班了, 就现在还是早上很早时间了, 在哥伦比亚,那再次感谢, 感谢这个为我们进行了这么一个精彩的这个分享, 感谢我们在线的各位, 那么刚才大家提到了,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 有的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想因为这个我们因为大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啊, 所以我们要不要就是问一下这个IMAS, 然后我们要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沟通讨论, 那再次感谢IMAS, 那这非常感谢这个阿伯特赞助了亚培, 感谢亚培赞助了我们今天的网上的研导会, 那么非常的成功, 那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或者是愉快的夜晚, 也祝大家, 那将来呢,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能够很快的, 能够很快的多个疫情, 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